我邻居跟我讲 家里外面就是水在漫出来 导致它过到 水都流到它过到它家里 然后跟我讲 家里发生了情况 然后我当时赶过来说 把门一开的时候 那个水已经都在 有一个脚椅上了 然后当时门开开水 就都哗啦啦流穿 然后那个水是 不是干净的水 那是有就臭气熏天那种水 高女士说 按照原来计划 装修很快就可以完工了 5月12号晚上 突然看到这一幕 她震惊了 立即通知了物业 然后物业赶过来以后 发现问题是因为 卫生间这个马桶这边的 反水到我家里 就楼上用的水 全到我家里来了嘛 然后物业那边 拿了通水管的那种机器 但是当时都疏通不了 就一直到 弄到凌晨两三点 家里都没有解决问题 高女士介绍 物业第二天早上 七点接着疏通 两个小时左右才通好 她说自己家在三楼 但一楼二楼是商户 不是共用污水管道 相当于她家是 整状楼的底层 是最容易发生堵塞的位置 这个门现在全都拆掉了 因为门是木头的嘛 这边的门套 然后还有地板 就全部都报废了 然后我这边的 客厅的地砖 还没有做过每份 就是还有很多分析 其实那种生活的污水 都已经就是流到房子里 然后天气一热的话 它就会有细菌啊 然后反臭啊这种 高女士说 事发后 装修公司和小区物业 都说不是自己造成的 但她家实打实的损失 总得有人来承担 在我们专修这个 女工跟木工做好的事情 我们有五十多天了 物业说是我们环杀 都进去了 那我们我们不可能同意的 是这个事情 因为不是我们一家在专修 楼上也有人在专修的 我们再说 我们现在已经后期安装了 就在有 我们离木做好有五六十天了 我那个钢筋 是差不多四十米的钢筋 一直全部打完完我就搁手拽上来了 那就没事了 这肯定就通了了 四十米都通到哪里去了 管道里啊 是主管吗 就是搁他们家的房间里 一直打下去的 那到地下了吧 就是基本就是差不多 全部打 差不多 就打到底了都 那你感觉是什么东西堵住的 这玩意说不好 高女士表示 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管道堵塞 装修公司和物业 不能证明与他们无关 都应当承担维修和赔偿责任 如果说是 读管道就是上面的物品 或者什么布了 什么玩意读到 我们用了输送机会 偷下了很多东西 但是打上来之后呢 管子都是干净的 那都打到下面 是感觉有那硬物之类的 应该是判断也 就是应该是 那个建筑物垃圾什么东西 造 弄到读管道里面 是读到造成的 会下一个道会 骂骂骂骂积累的 不是一天两天积累的 所以说你公共的这种 公共的这种管道 我们没法就猜测了 只要是我们现场的东西在底下 我们深度公司愿意承担一切责 对不对 我明确跟他确定了 他就猜测 要么就还杂 要么给他障碍物什么东西 那你不能猜测 高女士说家里损失 保守估计要两万左右 物业方面表示 等上门看过以后 会进行协商 本来下周就已经是做 精装修保洁 就这个房子已经都装好了 就打秤 它是保洁做完以后打每份 这套房子就收尾了 到现在我就没办法收尾 这个摊子就烂着了 那个多修公司进行协商 该给业主 今天赔偿赔偿 该解决的解决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